终于火箭还是把安德森交易出去,太阳成街拍侠,实际上,他们下个赛季还会让他出让手发大前方,确实令人想不明白,难道阿里扎起作用了,火箭得到奈特和克里斯? 可是笔者觉得出省钱,这比交易对火箭实力没啥提高,他们核心阵容早定了,安德森上个赛季平均没长只是9.3分5篮板,到季后赛基本上没啥机会,可是对周琪而言,这可是好事情,大家都知道,火箭内线出抢配啦,别人都没一定的实力, 可是安德森由于年薪或高,常规赛依然占据大量出场的时间,这也令周琪这种新秀基本没多少机会,整一个赛季都在打酱油 可是从今夏训练看,周琪已脱财换补,不再是个菜鸟,在如今亚运会,他体现实力,上一场,他拿下22加10油,带领中国队晋级决赛 可见周琪现在状态很好,可谓亚洲第一中锋,然而随安德森离开,得帅一定会给周琪更多机会 由于火箭内线人员不足,然而周琪又有天赋和潜力,现在只要提高实力,未来可期 天下安德森是莫雷生亚最糟的操作,可是交易走他,或许之后又会变成他的骄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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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